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鞋 最近很多人告诉我 说郭敬明被耳动生气哭了 说想我带大家一起来乐呵乐呵 嘿 这种那么令人开心的事 我怎么可能错过呢 但是 当我仔细看完这些内容 我不得不为了郭敬明鼓掌 大家都太智能了 这一哭 郭敬明赚搭了呀 所以呢 没错 今天老鞋给大家的 就保有大连环之 王牌导演的暴风哭泣 又名演员情绪为二 其实呢 说到这一次 郭敬明还被耳动生diss 我们可以在很早的时候 就能发现一个影子 那又是李晨如胸部退出的时候 说这些人背后 什么请导演吃饭啦 送礼物啥的 大家打承讯关系 所以这个评审 被评审之间 又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而是一个搞人情的事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你会发现 郭敬明的行为 比如即使眼睛烂到稀碎 但因为他个人的偏好 为强行给了S卡的行为 就应该遵守这个逻辑 我的男人由我来守护 因此在上一期我就说过 这个节目本质上 就是一种技术资本的力量 来被制起魔球力的命令场 再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你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一个破无极 要在这里被重新演绎 一个豆瓣平分4分的小时代 更被反复反复 当着经典来不断翻拍 当然也有可能是 郭敬明没有什么其他作品 剩下了一个绝技 那只有3.8分 还不是抢救一下4分的 所以郭敬明呢 三案其中规则 而且玩得非常溜 比如之前的孟子一事件 郭敬明为什么突然 公开骂孟子一 甚至改变妆容 还骂人家网红脸 最后一个热手 成为他眼中的 严格好导师 正常会这样做吗 不会 因为他明确的知道 孟子一的路人远极其的差 而且还一有过 擅自更改装容的潜力 所以他立刻 敏锐地捕捉到 这是一个白莉亚危害的好机会 因为他的这番意见论 会套好观众 并且给自己输了一波好口碑 而且 对方还白口莫辩 照摇一张嘴 皮尔跑端腿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吧 虽然孟子一并没有擅自更改 但是因为坏路人远 他根本没法辨别 只能挪一踏板 闷头吃亏 只为这一波操作 整个演员请求二里 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一眼计 王牌演员实至名归 感兴趣的 还可以依照这个逻辑 往回看郭敬明的行为 你会发现他太聪明了 所以回到演员请求二 大决战的前夕 郭敬明知道的这个作品 其实漏洞败出 说的是大地震之后 几个人都一唱戏 男主坚强哥 与弟弟精神哥 被困在废墟里已经很多天 弟弟的腿也压住了很多天 这个时候 坚强哥突然说 我要帮你搬成石头 对 他现在才想起来这一场 精神哥一看 立刻来着精神 不 你不要搬 你再搬 这里就搬开了 于是坚强哥表示 那行吧 我给你弹个琴吧 就是亮在这 精神异议 一边弹琴一边唱歌 这个时候突然从隔壁传来声音 有对夫妻说 我被你挖了两天了 你们放我们出来吗 真的 我认识你们是穿架还是炸的 总之呢 坚强哥就开始推沙发 就发现怎么都推不动 于是呢 又浪费了很多的体力 就把它变成石头扳开 真的大哥 你往你这样的方向推 或者直接拉出来好了呀 你跟石头叫什么劲呢 那不管 反正他又硬推 结果呢 这位村子俩夫妇不得了 居然还是个一栋一流兵 给你这坚强地带来了药 中间呢 为了石挖水啊 几个人来回在这儿打架 真的 我平时饿一顿 绕去打架 我又躺着给你打 我饿了三天 我那几天打五十架 我有这个体力 我不是去挖洞出去啊 所以十二时 打完几十架 这个时候才知道 这个哥哥坚强哥 就像曾经被钢筋戳过 真的 条子不说 我真的感觉不到 毕竟 他们都太有活力了 总之呢 最后的时候 救援队终于来了 那他们是怎么救远了呢 对 没错 剧院内说 一有人妈 没人回答就是没人妈 于是他就要走 真的 这玩意整的 就跟以前的游泳先生一样 不然发现这里有人说话 结果不说了 还叫没人妈 那就自偶了 傻不傻呀 这时候 剧院内哥开始弹琴 军队瞬间自偶了进来 完成了救援 所以他们其实不想救世吧 而这部导演作品 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看完这部小短片 你会发现 因为漏洞实在太多 你根本无法被代入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短片是灾难片 郭敬明这一点 是做到了 灾难是挺灾难的 那么作为大师郭敬明 该怎么挽回这个历史呢 首先当然是诡辩 任何人提任何问题 他有段计识 花了时间比演员演戏还多 以后看他的电影 旁边都得配个讲解 为啥这地方这么尴尬呢 因为你理解不到位呀 其实呢 郭敬明很善于发现 演员的特点 比如这些大宝贝陈学东 演员演戏面探是木棍 所以演员的角色 也就是基本上都是 跟木棍托个假发 虽然效果差不多的那种 而这位坚强哥呢 这些演戏的时候 没啥表情 一旦有表情 就会非常尴尬 所以他后面的角色 实际上就不需要表情 最后 当然是打了时间差 这么多乐动 这位导演呢 对他马虎眼 根本就不说呢 因为后面 耳东生发飘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刚刚今天录最后一集了嘛 对不对 明白明白 录之前你为什么叫我 哎导演手下留情 别冲着我 我有冲着你们刚刚 看到没 杰克上在背后 弄过一个攻守联盟 建议骂演员 不要骂导演 结果呢 大家都这样做了 人家当郭敬明的片段结束 别人没法穿越回去 骂他的时候 他立刻暴露原形 对了耳东生的作品开喷 而且是这样说的 简单归纳来讲 我觉得就是 遗憾 困惑 和不满 我觉得四位都是 很有表演能力 和技巧的演员 但是 可能就是完成了 这个功能 所以我会觉得 四个特别好的演员 在这个剧里面 其实空间挺小的 说实话 对吧 跟演员没关系 因为你发挥的不错了 那么问题是谁的问题呢 当然是耳东生的问题了 对 这个片段演得很好 但我觉得灯光不行 编辑不行 导演也不行 大哥 平常都很好了 你又觉得其他人都不行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矛盾吗 这不一定让我想起 陆思生全打正关系 你这时机 肥肉相见的肉没问题 我又觉得不太行 这不就是 找啥挑刺吗 不仅如此 郭敬明还帮助了理论 来给自己站台 当然可能我受的训练体系不一样 我可能 没拍过电视剧 我拍电影比较多 所以可能相对在这方面会 比较习惯一些 耳东生一看又不累了 你什么表演体系呀 你拍电影都四分的 还跟我耳东生聊体系 郭敬明当时又哭了 这一哭不得了 他让那些制片人评委 感动了 开始觉得耳东生有问题 最后结果出来 耳东生的作品 比郭敬明低了一分 这一大套错错下来 失败者形象出来了 童金峰也搞到了 作品排名上去了 大分手 哭一下咋了 所以看完这些内容 你会发现作为抄袭者 依然能混得风中水起 还是一袖两码刷子的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这部议员器你就会 根本不是让议员来演戏的 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各自通过一些手段 来获得想要获得的利益的 而郭敬明在其中 竟然就是大师级的存在 而都不是你跟他玩 低估失败被坑掉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大家不要忘了点关注 我是老计划的下期 再见